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为什么我会对这个名称啊 那我是先提出来就是我对这个名称的看法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为什么能言安全 可能要等行政院这边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要加一个能言安全这个字 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我们 国民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除了要非核加盐推动法 我们也不反对 我们也有时程 只是说我们推动的时程可能不一样 推动的项目也不一样 但是在你推动那个目标 非核加盐之前 我们确确实实 有些是必须要考量到政府的一个整个能言的政策 还有它的一个产业的政策 还有它的能言的供应跟稳定 政府是朝向这样的方向考量 所以我在想行政院版 为什么要加这个能言安全 是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非核加盐 那是我们推动的一个目的 但是在推动的过程当中 有些能言的替代 能言的供应 能言的安全 这个要加进来 所以我想这个 这是我在理解 行政院版为什么要加能言安全 那我觉得说 我们除了要推动台湾的一个永续的一个发展 环境的永续之外呢 经济的发展 这个也是政府啊 不容回避的责任 所以我想说 我提出这几点的基本的看法 是不是可以见请主席啊 等一下是不是请行政院来说明一下 行政院版本 为什么会加这能言安全 可能他们说的会比较清楚一点